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网络上流传的这样一段影片 一只乌龟咬住了蛇 还把蛇脑袋拽到了龟壳当中 这是一场龟蛇大战 谁会赢呢 看不见的龟壳当中 正在上演着一场无声的较量 最终蛇逃了出来 赶紧离开现场 龟也没有追击 也好像逃过了一劫一样 这段影片是真是假 自然现象还是人为百拍 在野外真的有这种龟蛇大战吗 虽然影片的出处不详 也看不出具体的乌龟品种 但事实上 如果你是一位资深的乌龟爱好者 或者是一位地道的闽南人 那么你肯定已经笑了 这不是百拍啊 因为在闽南台湾金楚四川的大山里面 就有一种夹蛇龟 专门像这样嘎蛇 所以这段影片是不是突然改变了 你对乌龟的认知 乌龟到底有多强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 所谓的打蛇龟 学名叫做黄原壁壳龟 喜欢生活在森林底层 潮湿闷热的环境当中 除了前面外国网友的影片 国内网友其实拍摄过更凶残的画面 注意看 画面中有一条昂首挺胸的眼睛蛇 蛇下面有两个看似怒人的黄原龟 但突然一只黄原前叉 然后我们就见识到了 大自然最残酷的一条法则 那就叫做血脉压制 就像这样 那黄原龟为什么不怕毒蛇呢 其实这个秘密就隐藏在他学名的后半句上面 碧壳龟 黄原是指他的背甲和副甲之间有一条很宽的黄色裙圆 而碧壳呢 则是说他可以把龟壳完全碧壳 副甲上有韧带 韧带收缩 就能把副甲和背甲碧壳 这张图片当中非常惊喜 这种收缩的力道是很大的 先把舌头拽入到龟壳当中 再用副甲从外面卡住七寸 这样一来 毒蛇不仅在龟壳里张不开毒牙 还在龟壳外被黄原死死的卡住 切淡了供血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很少有毒蛇能从黄原口中逃脱 原来缩头乌龟 还有这么凶残的一面 其实 上古士林 龙凤龟当中 龟是唯一一个现实存在的神兽 所以这头神兽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不妨再看几段影片 这是一段来自非洲大草原上的故事 拍摄地点是南非马拉马拉的自然保护区 画面当中 熊狮两口子正在池塘边填水 突然池塘里串出一个小脑袋 是一只乌龟 它把头伸得脑高 就像随时准备攻击一样 它是在警告狮子吗 去离奇的是 狮子竟然真的怕了 赶紧舔两口水又瞄了一眼小乌龟 竟然站起来走了 那边的母狮子还在舔水 小乌龟又游过去警告 母狮子似乎也有点害怕了 一紧张还不小心舔了小乌龟一口 在非洲大草原上 狮子和乌龟真的能这么和谐吗 乌龟警告一下熊狮两口子都乖乖离开 真的是意想不到啊 那如果不听警告会怎么办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一只小乌狗被乌龟死死的咬住 旁边的人类又是娇嘴又是帮忙的 但龟大爷一点面子都不给 说什么都不松口 记得小时候老人都说 千万别惹乌龟 它一口咬住你 即使头断了也不会松开 这个说法到底是真是假 其实这背后有一个很奇葩的生物学原理 我们知道 乌龟的脖子要是全部伸出来 其实特别的长 这种结构就导致它的反射弧也很长 而且这些神经呢 还要穿梭在各个细小的骨关节之间 这些神经本来就很容易被这些骨骼所压迫 更何况乌龟还有一个bug 那就是大多数乌龟 并没有完成从水深到陆深的彻底进化 它们的神经信号 是必须有水才能正常传到的 所以当你被乌龟死死咬住的时候 并不是它不想松口 而是一方面太紧张了 导致骨骼压迫神经 另一方面又没有水来滋润神经 导致信号传递出错 这种状态下它就根本无法松口 了解了这背后的原理 我们其实就能发现 让乌龟松口有一个有效的方法 就是给它浇水 或者把它泡回到水里 等它慢慢松开 在每周 一只白头鹰闯入了乌龟的领地 乌龟昂首挺胸的就走了过来 白头鹰往后撤了一步 又撤了一步 不是说脑鹰可以把乌龟抓上天 然后使用抛物攻击吗 看来事实证明 由于体型原因 这招好像并不太管用 而如果把体型互换一下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两段凶残的画面 河边漫步的鸽子们 根本没有注意到一只老乌龟正在靠近它们 接着老乌龟一个兔子 然后就是沉水攻击 鸽子根本就来不及反抗 还有这只小鸟 本以为龟爷爷和自己闹着玩了 结果没想到直接被一口生吞 乌龟很凶残 尤其是对付各种鸟类 比如池塘里突然失踪的鸭宝宝 还有这个池塘里突然失踪的天鹅宝宝 就像是乌龟在说 别以为我忘了你们是谁 当年你们祖先还叫恐龙的时候 也是这么生吞我们乌龟的呀 没错 至少在恐龙时代开始 乌龟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除了鸟类 今天的鳄鱼 这也是恐龙时代的遗孤啊 那它们和乌龟相遇 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这是一段发生在美国德州沼泽里的故事 一条体长2米4的鳄鱼正在悠闲着晒太阳 突然水中一个身影偷袭了鳄鱼 鳄鱼猖狂的逃离 它是谁 大家看清了吗 再看一次 原来是一只大乌龟 它长着一个巨大的鸟绘状嘴巴 叫做鳄龟 原产于美洲 它是现在世界上最凶残的乌龟 可能依旧保持着恐龙时代的样貌 龙翅状的背甲 全身还长着厚重的肉甲 还有一个恐怖的大嘴巴 有人测试过 鳄龟的咬合力和孟加拉虎相当 能够达到1000磅453公斤 咬菠萝 开可乐 磕血壁 把玉米棒子当黄瓜 这些危险动作大家千万不要尝试 鳄龟还有一个特技 那就是和深海灯笼鱼一样 大嘴巴里长着一个吸肉 像一条红色的小蚯蚓 它捕食的时候呢 就会伪装 在河里张开大嘴巴 露出这个小幼儿 让小鱼过来吃幼儿 然后突然出击 一口吞掉小鱼 这就是恐龙时代的生存压力啊 想想都有点卷不动的乌龄感 其实不需要鳄龟 仅仅是普通的乌龟 也就能和鳄鱼打个平手了 比如这段影片当中 一只乌龟被鳄鱼咬住 双方陷入了僵持 乌龟在鳄鱼嘴巴里爬了 好像想逃生一样 但鳄鱼似乎在憋大招啊 突然鳄鱼就开始攻击了 巨大的咬合力和锋利的牙齿 在龟壳上撞得咔咔作响 一不小心龟壳滑落了出来 再咬又从另外一边滑了出来 就这样鳄鱼累了 乌龟也就顺利逃生 还有另一个来自恐龙时代的怪兽 大鲨鱼 乌龟能战胜鲨鱼吗 这是一只绿海龟 中文学名叫做绿西龟 西就是大乌龟的意思 他的四肢已经变成了脚谱 非常适合游泳 所以在这一段影片当中 当大虎鲨想要来吃他的时候 他会很悠闲地和鲨鱼周旋 你看着就像在跳舞一样 其实这两个远古老线正在比拼内里 他们在打太极 绿海龟总是不停地改变身体的角度 让自己变得很大 而大虎鲨则在不停地调整出击角度 希望横着一口直接将绿海龟给生吞了 科学家观察到 武岛持续了一分多钟 最后虎鲨甘拜下风 悄悄地离开了 但是虎鲨真的能吃海龟吗 它要如何粉碎和消化龟甲呢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就像血脉里有仇恨一样 科学家发现 大鲨鱼非常喜欢生吞海龟 虽然吞下去以后 大概率鲨鱼也会把自己给噎死了 但是不管 就是要吞 古生物学家甚至发现了一块来自六千万年前的鲨鱼化石 解剖胃部以后发现 它的最后一餐就是海龟 科学家还发现 海龟非常聪明 曾经他们意外拍到了这样一幕 一只海龟被鲨鱼追杀 人类也爱莫能助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海龟却瞄准了人类船只上的脚踏板 奋力地往船上爬 最终鲨鱼由于不能上岸 被迫放弃了追杀 海龟也重获自由 这就是乌龟的真相 在虫林里能夹毒蛇 在池塘边能不尿 即使到了海里也能和大鲨鱼周旋三百回合 话说 这里还有一段相规交配式的影片 这种吼声让你想起了什么? 没错 电影《侏罗际公园》里的迅猛龙叫声 就是复刻相规交配的吼声 因为古生物学家曾经说过 这两种叫声可能非常相似 同时专家们也不得不承认 乌龟真的是一个自然进化的bug 据说如果你要测试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懂古生物 那么你就问他 乌龟是怎么进化出来的 如果他跟你唯唯道难还能说得头头是道 那他肯定不懂古生物 而如果他让你赶紧出去 那肯定是个真正的专家 当然这只是一个段子 但事实上至今真的没人说得清 乌龟是怎么进化出来的 怎么一个脊椎动物就把自己的内骨 进化到了脊椎外面 还突破了皮肉 变成了两整块外骨骼了 更理解的是 专家们至今都不知道乌龟如何起源 它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动物一点点进化过来的 正男龟吗 半甲齿龟吗 原恶龟吗 德国主龟吗 等等等等 根本没法说清楚 所以乌龟真的就像是一只抽中了神装的灵兽 突然就变成了防御攻击 血量 抗性 各项素质 全部拉满的bug级玩家 科学家还说 乌龟并不能从龟壳里钻出来 龟壳是它的内骨 一般可以承受比自身重量强200倍的压力 龟壳是活的 上面有神经末梢 当鳄鱼咬龟甲的时候 即使咬不破 它也能感到疼痛 同时 当你轻轻抚摸龟甲的时候 它也能感到你的体温 另外 乌龟是冷血动物 为了保持体温呢 是不能在寒冷和高海拔的地区生活的 除此以外 无论是荒漠海洋 还是沼泽山林 全世界各个角落里都有乌龟 而这些乌龟呢 又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神奇本领 在云南泰国的山林当中 有一种会爬树的乌龟 叫做鹰椎龟 看这段视频比较直观 一只乌龟爬到了天花板上 太不可思议了 这就是鹰椎龟 曾经 鹰椎龟被分为树龟科 据说是可以爬到树上去掏料窝 补消料的 但是 由于现在鹰椎龟在野外数量实在太稀少了 属于兵威等级的物种 比大熊猫的保护等级还高一级 所以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它们在野外上树浮尿的画面和影片 但是我找到了一条鹰椎龟攀爬瀑布的影片 道理和爬树是差不多的 一只鹰椎龟在光滑的瀑布绝壁上面 爬了两百多米 爬到了山顶上的池塘里 因为 这里有它最爱吃的螃蟹 鹰椎龟和饿龟一样 长得非常原始 有一个又大又凶残的鹰椎 它有风力的爪子 和后面那条看着就像恐龙的装甲尾巴 但螃蟹的重甲和铁钳 这也不是吃素的 它可也是从恐龙时代 一路伸传过来的实力派选手 所以 这场龟蟹大战充满了悬念 鹰椎龟打得并不轻松 打到一半了 还不得不把头探出水面去呼吸空气 这是因为乌龟没有塞 无法在水下长时间呼吸 但最终鹰椎龟还是瞄准了螃蟹最薄弱的面部 一击毙命 另外鹰椎龟也是会叫的 这种叫声也被古生物学家认为 可能和远古的鸟类 或者说末代的恐龙 叫声是类似的 但仔细听 这不也很像鸡的叫声吗 难道霸王龙当年真的是这种鸡叫声 这里还有一段鹰椎龟追螃蟹的视频 这种速度 是不是也打破了你对龟树的理解 云南人说 如果你没有吃过鹰椎龟 那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人间美味 而广东人则说 现在的龟凝糕简直没法吃 正宗的广式龟凝糕 必须使用鹰椎龟啊 所以 这也算是它的一大败笔吧 忘记关闭美食基因 一不小心 就变成了世界各国的重点保护动物 所以现在千万别吃鹰椎龟 想都不要想 非洲和南美洲 还有一类不会说头的乌龟 这类乌龟相当原始 叫做侧颈龟 把头侧过去 弹在腹甲和背甲之间 四肢和尾巴也不会收回去 看上去非常滑稽 从解剖图上对比 和会说头的乌龟呢 大概就是这样的区别 另外 还有新几内亚和澳洲那边 生存在另外一种不会说头的蛇颈龟 非常形象 简直就是远古的蛇颈龙背了一个龟壳 但是 你把蛇颈盘起来 完全也没有防御效果啊 所以怎么办呢 于是 南美那边的蛇颈龟一激励 把自己变成了一片枯叶的样子 这个伪装真是有点幽默啊 鼻子都变成了枯叶上的一个树柄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南美的河流里面 伪装它一片枯叶等着小鱼小侠送上门来 还有另外一种不会说头的乌龟 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鹰椎龟 它不属于侧颈龟 生理结构本来和能说头的曲颈龟一模一样 但是完全是因为一不小心把头长得太大了 说不回去了 另一种不会说头的乌龟呢 就是胸残的恶龟 这家伙的生理结构也是曲颈龟 但估计是当了几千万年 忘记怎么说头了吧 这种乌龟我们很熟悉 中文里最暴躁的那个词 就是说的他们 俗称甲鱼 中文学名叫做憋 属于曲颈龟下目 憋种客 自古美味 几乎已经被吃得野外灭绝了 憋没有归下 他们背上的那一块呢 其实是肋骨支撑的隔制皮肤组织 简单的说 就是硬化版的大裙边 相信你如果吃过甲鱼的裙边 那应该懂我在说什么 憋还可以用液窝呼吸 在水里当塞用 直接呼吸水里的氧气 可以在深水当中 两到三小时不换气 普通的乌龟十几分钟就不行了 憋还有一个特技 那就是用嘴巴来排出体内的尿酸 憋可以长得特别大 古文当中有一种巨憋 叫做圆和驼齐名 驼就是长江里的杨子恶 有个成语叫做圆驼为娘 说的就是周穆王当年 远征九江 下令捕捉巨憋和杨子恶 把他们绑起来 然后他们巨大的身体 就组成了一座能够让军队横渡长江的浮桥 据考证 古文里的大猿 应该就和现在湖南省境内 还存在的一种杀憋类似 大概长这个样子 科学记录上最大的个体 有两米长 另外憋还是短跑健将 比如这段影片当中 看完你是不是又要重新审视一边龟树这个词了 还有一种海龟也没有龟下 叫做棱皮龟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乌龟 也是除了三种鳄鱼以外 第四大的爬行动物 它和鳖一样 采用了隔制皮肤 但比鳖高级 还在皮肤里镶嵌了很多骨片 从外观上看 至少有七个明显的鸡 从龟背一直延伸到尾部 非常具有流线性 它在海滩上爬行的时候 是这样的一个画风 而在水里 它可以轻松地潜入到1200米的深海 还可以标出35公里每小时的超级速度 它的主食是水母 一餐能吃掉自身重量70%的水母 所以它潜入深海 正是因为那里的水母又多又大 今天所有的乌龟都没有牙齿 但龙皮龟是个例外 它活生生地把口腔里的肌肉 长成了一排又一排的尖牙 这只是为了搅碎深海里的那一口明和水母啊 1996年 威尔斯的海滩上发现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龙皮龟 重达916公斤 2.6米长 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被一张塑料袋给噎死了 因为塑料袋长得像水母 但龙皮龟的牙齿又咬不睡塑料袋 曾经有一个网友发影片说 自己的宠物饿龟跑丢了 一个月以后打扫卫生 终于发现了这只饿龟 但已经饿成了干湿 然后主人给它冲了一个凉水澡 饿龟就像回血了一样 再放到塑料盆里面 主人还特意强调 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给它喂东西 因为这个时候它并不饿 而是缺乏水要赶紧补充电解质 于是主人就又把它泡在淡盐水里泡了一周 才开始给它喂了两颗龟粮 还说它的肠胃这个时候才刚刚恢复正常 不能多吃 接着主人还解说 这只乌龟现在已经认识自己了 把自己当作神圣的主人 自己拿在手上的食物 它是绝对不敢吃的 然而画面中的饿龟却很不留情 好了不测远 所以乌龟的忍耐极限究竟在哪里 恶臣这样的还先给它清藏一周 陈语中还有一个鬼故事 叫做龟冷之床 是司马迁讲的 说是南方有一个老人 用乌龟之床 垫到床下二十多年没有动 二十年以后了 老人死了 子孙来遗床 发现当年那只乌龟竟然还活着 真的这么神奇吗 科学记录上 忍耐力最强的乌龟 叫做加拉帕克斯象龟 理论上已经完成了全怒气的进化 不会像前面那种恶龟一样脱水死亡 如果空气中湿度足够大 象龟可以很长时间不喝水 曾经科学家观察到 在湿润的环境当中 有一只象龟整整两年不吃不喝 另一只象龟 在极端干燥的沙漠环境当中 也有十八个月不吃不喝 达尔文当年就是在加拉帕克斯岛上 看着这群象龟构思进化论的 达尔文还把一只叫做哈利的象龟 从加拉帕克斯带回了英国 而这只象龟呢 愣是活生生的活到了2006年才去世 象龟在加拉帕克斯群岛上 以仙人掌为食 在体内可以储存其大量的水 于是当年大航海的船员们呢 都未到加拉帕克斯岛上去补给 很简单 抓几百只象龟上船就好了 不需要喂牙 它们是活体冰箱 身上的肉十几个月都不会瘦 而且缺乏淡水的时候 还可以直接抛开象龟的膀胱 那里面是一大桶鲜美甘甜的淡水 这不是开玩意儿 象龟的膀胱真的是用来储存水的一个器官 和我们的膀胱里存的东西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正是因为象龟如此好用 在达尔文的时代 群岛上还有25万只象龟 但到了1971年 科学家拍到了最后一只平塔象龟 它叫做孤独的乔治 看上去非常可怜 被救治以后了 最终活到了2012年 但从那以后 平塔到象龟 这个物种也就正式灭绝了 乌龟还是非常热门的人类宠物 最典型的就是巴西龟 耳朵后面有一个红点 也叫做红二龟 几乎所有的小孩都养过巴西龟 但事实上它并不来自巴西 而是美国密西西比河里的小霸王 属于泽龟科相当的凶悍 在我国已经成了入侵入主 所以千万不要往江河里放生巴西龟 比巴西龟更高级的要属黄元龟了 这算是宠物龟从新兽到入门的玩家首选 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它能打蛇 头是金黄色的 背上也有一道金黄色的纹路 非常喜庆 它属于地龟科的碧壳龟数 碧壳龟里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宠物龟 叫做金钱龟 或者三线金钱龟 川字金钱龟 一只极品的金钱龟 可以卖出好几万的价格 另外还有一种传说中的云南碧壳龟 据说一只能卖北京一套房 至于它为什么这么贵了 那又是另外一个传奇故事了 还有这种黄头龟 也算是新兽级的宠物龟 俗称人者神龟 看上去很有意思 来自南美洲 是一种侧颈龟 不会说脖子的那种 当然也有金钱玩家 把小恶龟 鹰醉龟当宠物来养 但这种龟非常危险 新手玩家千万不要尝试 在国外呢 还有爱好者把巨大的象龟当宠物 首选的是这种苏卡达象龟 它来自非洲的撒哈拉沙漠 是世界上第三大的象龟 可以长到一米长 海南岛有大型的养殖场 一部分出口当宠物龟 一部分拿去广东做龟宁膏 另外 苏卡达象龟非常的长寿 平均寿命150岁 养殖前先想好 大概率它能给你送送 据说 象龟是一种非常有理性的动物 它们会像一个老爷爷一样 趴在那里等你来给它捞养养 也许 乌龟真的是大自然的恩宠吧 它们意外抽到了神装 却从来不在大自然面前校长 它们本来可以靠着神装 称霸地球 却甘愿扮演一个 食服者分解者的角色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它们正在清理着臭鱼臭下 让森林和海洋保持清洁 它们就像一个 躺在神装里的老爷爷 见证过一代又一代的 地球霸主如何兴衰 而人类这个后生仔呢 在它们眼里表现如何 科学家曾经还讲过 这样一个故事 说是1971年 拍到孤独乔治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的 他突然就像感动了全世界一样 如果说今天的动物保护理念 来之不易 那孤独的乔治 绝对算当时那个 震聋发聩的吹哨人 看来 龟爷爷可能一直在暗中 提醒着我们什么东西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 夫人说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释 那就是乌龟为什么这么长寿了 真的是自然之灵吗 就乌龟 那就是乌龟 收送往 капこ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